真就离谱了 一家二十多口都在烟草工作 硬是将国企干成了一个家族企业 国家终于出手了 近日网上就爆出来这么一则消息 就某地有一个烟草单位的 从最上面的局长开始 再往下 各个单位均有直系或者是旁系清除 累计加在一起 竟然足足有二十多口人 逃过烟草电网这种单位的人应该都知道 无论是比试还是面试 难度那都是非常的大的 有些人可能是连着考了好多年都没有考进去 结果如今被爆出来 如果有高官在里面任职 亲属只需要稍微运作一下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单位工作了 这又怎么能不令人感到愤怒呢 这种现象甚至并非是一个个例 早些年把关系户 安插在事业单位的现象更是不变 如今国家开始动手了 禁止官员的一个直系亲属 进入到同单位去工作 在招聘时 必须要严格遵守回避的一个援助 但是这适逢能打消网友们的一个怒火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网上随即又传出来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就是各个事业单位的高管们 彼此相互之间都是认识的 例如烟草和电王的局长 私交甚好 就可以安排对方的子女 进入到本单位工作 正是因为类似的丑闻层出不穷 网友们对于这种现象 才会感到不满 感到气愤 他们出生就可以享受 同意的同时 竟然还要抢占普通人 万里挑一 才能够拿到的一个工作岗位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 你认为应该如何规避这种现象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